50億炸彈 案情升高 華南英老總500萬交保 你有被冤枉嗎 華南銀行代理總經理賴明佑 雖然臉上掛著微笑 但捲入鼎芯貿易炸彈案的他 28日凌晨被檢方預令500萬交保 成為整起案件交保金最高的被告 讓整起弊端恰以上延燒 整起案件要從他說起 牙財商鼎芯貿易老闆何宗英 涉嫌未造醫療採購契約 像是幾間銀行和融資公司 炸彈超過50億元 檢調起初以為銀行是被害人 但進一步追查發現 何宗英和華南銀行副董事長林明成 是聯金關心 永鋒贏董事何宗達又是他的外甥 懷疑銀行違法和貸 28日銀爾約談華南銀行代理總經理賴明佑 企業金融事業群副總石智和 以及華南總部行員 訊後將賴明佑依違反銀行法 500萬交保 對於這次的事情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謝謝 謝謝 至於何宗英和頂星貿易大賬房江美玉 先前已陸續遭收押禁見 中新聞台北報導 好 руз友 伯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